今天我要揭秘一个无需露脸 靠AI就能获得几万 甚至几十万粉丝的AI赚钱项目 这些在雪地里面奔跑的小狗 在马路上飘着的落地云 下着雨或者下着雪的温馨场景 你有刷到过吗? 是不是以为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这些都不是摄影作品 而是由AI直接生成的 而现在很多账号仅仅只是发布这些视频 短短几个月时间 粉丝量就达到了5.6万 这个账号更是达到了18.6万 其中最高的视频点赞量 更是达到惊人的88万 我这期视频将手把手教你利用AI工具 打造一个类似的账号 从渐线模式到详细的制作流程 保证你花几分钟看完就能学会 废话不多说 要我们开始吧 第一步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变线模式 首先就是卖付费壁纸 现在无论是安卓还是苹果手机 都已经支持动态壁纸了 所以像这类的视频 就可以制作成动态壁纸 售卖给有兴趣的人群 其次是模式教学 也就是教你怎么去制作这一类的视频 而我在今天的视频里面 都是免费交给大家的 最后是商业化合作 比如他们视频里面 经常会有很多景区的画面 那他们就可以和景区官方进行合作 作为景区的流量宣传路口 或者去接小某书平台上面的广告变现 一条广告的报价 是粉丝量的10%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1万粉丝 那一条广告的报价 大概就是1000左右 怎么样心动了吗 要我们开始演示制作流程吧 接着我们来到第三步 使用GPT4或者Media Journey 来复刻视频中的场景美图 我们打开爆款视频 拖到最后 取画面中的图像 接着来到GPT4的操作页面 只有GPT4.0才支持生成图片 如果你想升级你的3.5账号 成为4.0的话 可以参考我前面制作的这个视频 视频中非常详细的讲解了如何自己升级GPT4.0账号 我已将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到视频简介中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观看 好了 现在我们回到GPT4.0的操作页面 将图像粘贴进输入框这里 并输入指令 我要一张一模一样的图片 真实照片风格 点击发送 这个时候GPT就开始给我们生成图像了 我们稍作等待 图像就已经给我们生成了 如果我们不满意的话 可以让它重新再给我们生成一张 满意的话呢 我们就点击进来 在右上角这里 我们可以点击保存到桌面 现在图片就已经下载到我们桌面上了 除了GPT4.0可以直接生成图像之外 也可以使用Meter Jolly来生成 生成的图像会更加的真实和具有美感 现在我们来到了Meter Jolly的操作页面 在这里输入指令斜杠 加Disk Cloud 同时选择图片 然后将我们桌面上的爆款 视频图片上传上来 图片就已经上传成功了 接着点击回车 发送过去 这个时候Meter Jolly依据我们发送的图像 生成了四组不同的提示词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进行全部生成 现在Meter Jolly分别为我们生成 这四组图像 我们稍作等待 好的 Meter Jolly已经把四组图像生成给我们了 最后我们可以从这四组图像中 找到自己满意的一张图像 如果不满意的话 就点击这里进行继续生成 如果我们觉得这四张图像中 对图像2比较满意的话 就可以点击U2 将这张图片的对应的大图发送给我们 现在大图就已经发送给我们了 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 提高画面的一个清晰度以及尺寸 最后将最终的画面保存到桌面上 点击保存 让我们使用GPT4或者Meter Jolly 来复刻视频中的场景美图 到这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接着来到第四步 剪辑合成视频 我们来到剪映的操作页面 点击开始创作 然后点击导入 将桌面上AI生成的图像导入进来 打开 现在图片已经成功导入进来了 将图片拖到我们的视频轨道 接着对图片尺寸进行放大 然后调整一下图片的一个位置 调到我们觉得合适的就可以了 接着选中图片 找到右上角的画面 这里找到位置栏 我们对画面打上关键针 这是第一针 接着我们换一个位置 打上第二针 第一针的关键针 我们拖到开头这里 第二针的关键针 我们进行选中 并且位置这里 X轴我们改成300 回车 我们拿到最后 并且视频长度 我们要注意保持到7秒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整个画面的运动 整个画面呢 从左至右 已经完成了一个关键针的运动了 接着我们再来添加动态素材 找到右上角这里媒体 选择素材库 在搜索框这里 搜索银杏素 点击回车 然后呢 这里选择视频 比例选择素频 接着我们找到一段满意的视频 好的 这个素材呢 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来看一下 OK就它了 然后点击下载 并拖送到轨道里面 接着轨道对齐 这个时候我们选中这个动态画面 然后来到右上角的画面 选择 抠像 然后再点击这里 色彩抠图 点击取色器 然后点在蓝色天空这里 接着把强度拉大 拉到10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击这里调节 要把这个画面的颜色 更符合我们的底图 色温我们调黄一点 接着饱和度降低一点 再来调一下整体的亮度 不要太亮 差不多就行 OK 接着我们再回到画面 选择基础 调整一下整体的比例 缩放一下 并且呢进行旋转 我们再拖到这里 再缩放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调整到 合适的一个位置 及尺度了 我们点击播放看一下 OK完成了 接着我们再来往里面 添加动态树叶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媒体 蔬菜库这里 搜索银杏树叶 然后把找到的落叶效果 拖入进来 回到进行对齐 接着选择画面 抠向 色度抠图 选到蓝色 强度拉到100 我们再调整一下颜色 好的 颜色我们就已经调整和谐了 接着选择画面 基础 我们把整个比例给它缩放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比例稍微有点大 我们给它再进行缩小 接着我们复制多几个效果 给它放到画面的合适位置 我们将这个画面的比例最终调整到10% 也就是落叶只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小 但是呢 我添加了这么多组 大家可以看得到 接着我们点击播放 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动态效果 画面中的其他位置呢 我们可以再进行增加一下 好的 接着我们再来添加一下背景音乐 选择左上角的音频 然后这里搜索中国风 轻音乐 然后选择一手 投入进来 接着把素材进行对齐 再把音乐设置一下 弹入弹出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效果 如果满意的话 我们就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导出 重新命名一下 然后选择视频导出 导出到桌面上面 让我们今天整个视频的实操演示呢 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大家有了解到其他的AI赚钱项目和信息 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交流 要是你想通过AI副业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也可以选择进入到我的AI副业陪伴群 或者我的AI自媒体变现训练营 目前已经有学员单页变现3万 累计变现超过了7万 期待更多你们的加入 2024年我们一起抓住风口 10倍提升搞流量和赚钱的效率 也可以看视频简介联系我 领取一份2024年AI副业项目文档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长按点赞 并给我的视频一键三连 下一期视频呢 我们再来拆解下一个AI副业赚钱项目 带领着大家在AI时代搞大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